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麗麗 今天我們繼續受到東北貴後風的影響 所以今早早仍然是涼涼的 很多地方的最低氣溫都在15度左右 而新界就再低一點 例如打鼓嶺這些比較空曠的地方 我們就看到因為輻射冷卻比較明顯 所以今天的最低氣溫就去到6度 而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 在沿岸地區雲涼是相當之少的 所以我們今天都會看到好好的陽光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就是天晴和非常乾燥 早上是清涼的 日間的最高氣溫會上回到21度左右 而風方面就會吹和緩至清淨的東北風 稍後離岸是間中吹強風的 在這裡提提大家 現在紅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現證生效的 所以大家在注意保濕之餘都要小心防火 而至於未來的幾天天氣 我們就預計東北風會繼續影響著我們 我們帶來一些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就預計未來的兩三天會持續天晴和乾燥 不過要留意回早上仍然是清涼 因為早上的陽光都會比較好 所以日夜溫差都會比較大一些 今天天氣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 再見 OK